Odia Jungle 不收服台湾后,打算经营台湾作为反共明朝的基地,郑成功在台湾岛鼓励屯肯,发展农业,收服民心,可惜天度英才,年仅39岁便去世了,其子孙统治台湾时期,推行了一系列政策,对开发台湾地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,郑成功势力是一图,郑经在位时期,为1662年至1681年,近20年间,郑经集团 继续推行开垦,另外积极剿灭海盗,拓展商业,清朝在大陆施行海禁政策,不允许海峡两岸进行商贸来往,但台湾地区依旧与大陆保持着走私贸易,此外,台湾也从德川木普统治下的日本进口日本的银,铜等金属与盔甲,以武装军队,正经还允许日本商人居于基隆金基隆,1672年,英国东印度公司 与台湾签订通商条约,向台湾军队贩卖西洋枪炮,聘请英国炮手出任台湾炮兵教练,正经还发动了讨清战争,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,正客监国时期较为短暂,1680年,正客就开始帮助正经处理政务,正经对他颇为放心,只是偶然阅览奏章 部分史籍称刚毅永断,有乃祖风,深得民心,在执法上义柄之功,即便是宗室犯错也依法犯理 今天台南是严平郡王祠,幽夫子父义子,君王名乃王,直连,说的就是正客夫妻 可惜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轻压严重,正客死于政治斗争,自此正是台湾国势开始衰退 正经1681年6月,正客少在斗争中获得宝座,但此时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水旱灾害,粮食欠收,米家飞涨,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此前连年反亲战争徒劳无功,反而使得台湾府库空虚,为筹集良想,扩充军队,正是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 到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计划,针对正是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 连年征战时的基层士兵产生厌战情绪,由于财政困难对军队的待遇也并不理想 不断有台湾官兵驾船投奔清政府,康熙21年1682年清朝开始准备攻取台湾 四年双方爆发澎湖海战,清江施郎大败政军,正是政权激烈争论后选择向清朝投降 康熙22年8月30时施郎登陆台湾受降,施郎府邸随后政客爽全家被送往京师 隶属汉军正红旗,受封为海城宫,台湾平定之后,清廷义政王等会议决议 江明正后裔,安插直立,河南,山东等省,清廷不许正客爽回福建居住 将他与家人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,当年软禁其曾祖父郑之龙的一条胡同里 康熙46年1707年秋,年近37岁的郑克爽族于北京,绝位无奇 郑克爽死后,其母皇室向清廷要求发还正家产业 但不了了之,参考资料,连衡,台湾通市赵尔勋等,经史稿,邓孔昭 郑成功与明正台湾史研究编辑,继沃鲁学社青年会会员诗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